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盈仔强 怎麼這麼空間走來辦公室 我叫他回來的 他是領清涼飲料費 謝謝你啊 筆小姐 秋季快到 還有清涼飲料 快點付錢 舒服舒服 這代理的 慢著 你付錢 給一袋袋是什麼 打開看就知道 什麼 大吉利車隊清涼飲料代金卷 怎麼用啊 今次我們合作一塊 合作一塊 多謝李老闆關照 不用客氣了 清掌 當然你們兩個欺騙手 然後簽了這隻龜 當然是否就是我們簽年輕的 這塊地呢 就寫白名言作價賣了給李老闆啊 沒錯 反正那塊地呢 沒什麼大用途 李老闆呢 打算在那時大興討厭 搞進去影子對摩對 這個你放心啊 到時候呢 你們村裡面呢 就全部人都一起富起來了 那這樣的 那四百萬呢 過兩天 就打到你們村裡面的賬戶了 哦 您放心 簽名吧簽名 好 我們簽名一下 要去合作一塊 李老闆 合作一塊 清掌啊 我安心介紹過了 哇 你是白名的話 我們簽名呢 給別人放的話呢 要不可以放到誰請給忙啊 啊 那些好啊 沒有人情失來 啊啊啊啊 李老闆 其實啊 他這樣想也不是錯的 啊 這樣的啊 村長 啊 我呢 在縣城那邊呢 最近又開發著一個項目 哦 有幾棟別墅啊 外面的價錢也不便宜的 我就想我們這一次合作這麼愉快的話 啊 我打個八折給你 你認夠呢 你 你說什麼 清張啊 八折買 別墅 清張啊 啊 我在縣城別墅來啊 聽說你的別墅啦 獨立那種啊 那家人不在派啊 哇 買工啊 小工的了 媽媽媽媽 李老闆 你所講你在縣城那幾棟別墅 什麼是獨立別墅 哎呀 絕對是 你放心 啊獨立別墅 有幾棟 四棟 四棟 四棟啊 我四棟特批給你的 哇 那有多少銀量呢 一棟就一百萬咯 說好四百名啊 是 哇哇千張 到時我們兩個部長 一人一套 那你是千張威力 你拿兩棟 我們一人 哇 別墅主任啊 我狐窄啊 清光點火部長 啊 那四百名 是我們親的土地 那是公分之母之 我拿你的條命啊 你這麼瘋啊 你啊 啊啊 李老闆啊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估計 這四百名的別墅 如果我們買到手之後 現在的樓市的趨勢 變向好的話呢 你覺得明年 今天我們可以 變成幾百名咯 哎呀 這個就不用說了 你只要拿到手 馬上就變一百多萬 那我本來一百多萬 現在一百萬一棟給你 你自己算一算 那明年 起碼有幾萬咯 兩百萬 我放賠呀 啊 開不開心呢 敢養個桃子 我們的岸村青沒試過更大手臂啊 那你幫錢我掉下去買啊 既然明年可以放賠 可以好女孩 雜台桃子嘛 啊啊啊啊 村長 這個事情呢我要跟你說清楚 這兩天你一定要答覆我啊 記憶不可思 喜不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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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行 啊啊 那個 十方多謝李老闆的光照 啊 我們慶醒了這一單 希望後頭有更多的合作 更多的發展啊 啊啊 真多謝李老闆 我儘快答覆你 儘快答覆你啊 那你記得要答覆我啊 行行行行行 啊 多謝你多謝你 村長啊 那你真是羅勇公奉 羅勇那是百萬人買一筆水啊 講什麼呢你 什麼叫羅勇 你知不知道姓則某有同啊 啊 那塊土地呢 是雜體土地 我們將那隻土地售賣出去得到的錢 就是雜體的錢 我們用雜體的錢 去購買那隻貝稅 就是雜體投資 啊村長 某又是羅勇 你等等 那如果那邊村盟 又是那邊雕盟 他們反對 那當然不行的啊 那錢他們有反啊 反什麼對啊 平安的人四千幾塊啊 他們反對啦 你沒有給他們知道 就反什麼對啦 那他們只有死別名的啊 你沒管我沒管 那這部槍都沒管 你買的快遞人家吃的嘛 輕鬆的 啊 沒錯沒錯 我們放回重槍 改以想著妥協解決的變化 不槍不槍 要來 要來 七槍 你哪個死球啊 外面有沒有人家中 沒有 關好這門 關著了 關好這槍 關著了 拿好槍鈴 關了 換馬紅條 換了 我已經將我當隊的大門 都沒人敢進來的了 一進來就聽到啊 門後放這阿王還是 沒問題 七槍啊 你將來這死球搞定萬四丟了 你都一樣 我是童起床把懶著一天的猛想 後面我不勝地精力 想出這條测災好球 廣場 我們講起你四百名的土地圈 我們將我們岸村村裡面更多人加薪 平均放成了941份 加多少份啊? 我更難做兩台加薪已經沒有加錯了 平均人多少錢啊? 平均每個人有四千幾萬 大概四千兩百幾 那我們不講啊 青蔣應該拿多一點人沒關啊 你聽我講下去嘛 你不要這樣放啊 我們呢做出來就是很平均 也是同樣樣樣四千幾 你做個個屎老鬼啊 你聽我講嘛 哎呀 青年你整天都喜歡炸零過病了 我跟你說 而且不請呢 就不要發下去 不要發 他們知道啊 知道嘛知道 我們就叫他鬼頭問命 鬼頭? 為什麼鬼頭? 我想好了 我們申請 養製一派的代金卷 代金卷? 我聽過代金卷不是聽過 那就是我們岸村村的土地混分配代金卷 真的嗎? 一張就四千幾萬 也就是每人的錢啊 具體來說多少錢? 四千兩百五十萬別號 那張卷就寫這個請說 沒錯 然後呢 就每個人都可以拿去 它可以量槌 沒有人量一張啊? 沒有人量一張 有什麼用啊? 兩座方塊呢 我們沒有要代金卷 確定 青盟有這張代金卷 到百十歲之後才可以代金卷 是呀 我們二十幾歲了 這等百十歲等幾十年啊 沒有相關嘛 在我們岸村村村裡面 而且代金卷 你可以堅養 可以送給人 可以寄成 可以在村村裡消費 消費都可以? 當然 等貿易買了錢來的嘛 就是在賺錢呢? 對啦 沒錯啦 哇 他們自己靠樓勾去用 那時候表明就在我們的銀包裡面 拿去買別墅啊 買到別墅 別墅出到手 賺到大錢 我們再慢慢填翻個炒 填什麼鬼啊 既然八十歲之後才可以量的話 我們別墅賺完錢之後 買土地 炒樓 炒土地 哇 炒完月球那個土地也行 對了 有什麼炒什麼 有蒜頭炒蒜頭 有薑炒薑 還有豆炒豆 哇 搞定了 我真是很貴 我已經是很偶獎了 如果某樣是這樣 我怎麼當你的親獎做你的領導 親獎萬歲 領導萬歲 嘿 各位各位 歡迎光臨 安春時多 安春時多 服務親民 笑呵呵 啊 時多臭啊 哎 愛愛來買東西啊 嘿嘿嘿 買 買抹啦 嘿 三叔公啊 近排同心大喜 我買一支棍仔糖 三叔公 你幾十歲人 買一支棍仔糖 沒得咩 棍仔糖啊 但有我童年的美可回憶啊 我現在懷孕懷孔 我想重溫一下童年的感覺沒得呢 哎呀 可以呀 可以呀 不過 三叔公啊 我們安春時多這裡 棍仔糖品種繁多 你究竟要哪一支呢 我看這支呢 就好像我小時候吃開那支 這支多少錢啊 這支呀 百毫煮 哦 百毫煮我就按這支了 適合了 哦 那你拿吧 啊 啊 別錢呢 你麻煩找回給我呢 找 咩 咩 咩意思呀 三叔公 哎 整個安春村的一人有一張 袋鋼券啊 你沒有用嗎 有啊 有見 有就行啦 那我這張袋鋼券 跟你那張一模一樣 絕對沒有花咖的呢 四千兩百五十萬別號 我買了只管載糖 這百毫煮 那你就找回四千兩百五十萬別號 哎呀 三叔公 喂 你有沒有帶三叔啊 喂呀 師叔婆 師父 臭臭啊 哎 哎 哎 我買表演啊 買 買 買銀啊 哎呀 哎呀 歡迎光 你不要買 買了 哎呀 那個表演 六毛子的表演就是 你這麼小包 你說不說用啊 我呢 你看看我 四千二百五十萬別號 表演就算了 不用你找我數量到我給你拼品 你就找回四千二百五十萬過我 哎 那怎麼辦啊 你沒得挺狗啊 你在那個石頭抄你娃 親講話啊 而且代金券在金裏面流通使用 可以消費的咯 是呀 交錢啊 但是那你的代金券 那你給我 我找了錢給你 我怎樣拿貨啊 你這三王是親講話的嘛 別十歲之後 你可以對錢的咯 對呀 親講 這石頭抄什麼幹錯當呢 親為會錯誤呢 哎呀 就是有這樣的事啊 你不如你先去我石頭那裡看一下 親目繁忙 你有事就趕時我沒有得行去 親講好忙啊 不是啦 很大鑊 你講啊 他整千人現在全部封鎖了我的石頭 有什麼意思封鎖你石頭 親問不懂 難道你買那隻什麼死蝦粉搞個小龍蝦 哎呀 你講完這些東西啊 現在你那些代金獻啊 個個都來我這間石頭那裡買東西啊 那買東西就買東西啊 可正想啊 個個四千多銀 買幾毫子的鹽啊 幾毫子的波板糖啊 那我怎樣做生意啊 哇 你這條橋多好啊 啊 石頭湊啊 親毛更聰明啊 不如說啊 我好像這麼慢慢有紙巾啊 又給你四千多貓之後叫你找給我啊 紙巾啊 我都不入貨了 都不知道怎麼辦啊 是 親掌 我要投訴 這樣搞下去 我真的沒辦法做生意啊 等等等等 親掌當家作主啊 為你作主 你別擔心 親掌 我想到一件事來幫他啊 現在不是親盟呢 所有的代金券 比了一隻石頭湊啊 那他就成為我們鵬春千最大的地主啊 個個都比了他啊 是啊是啊 我轉手給你八十歲的阿福啊 你又不知怎麼辦啊 等等等等 我已經想到了這問題的解決病話 什麼樣法 呃 信封聯合部長 什麼啊 將所有親盟的代金券全部收放了下來 你不是當地人錢給他了啊 我那張你要收啊 你什麼天啊 我先說啊 你講一講三家的呢 然後 按照這個人民幣現行流通那套人民幣的面積 有幾號一元幾元十元那些五十元一百元那些呢 就全部重新印製過 按照等值再發放給親民 這樣就解決那隻流通問題了嘛 但是說啊 親掌啊 嗯 雖然有錢走 我拿了那麼多代金獻 那 那我去生成入不到貨的啊 哎呀 這樣簡單啊 這問題 你這死蠢啊 死多臭 你可以別十歲後再去生成入貨嗎 嘩嘩 喂 這樣搞化都還成世界的土地款扁代金券啊 我聽說這件事發生在四川怡濱洪流夢村啊 四百萬土地款 那些錢不是給村民的 全部變成代金犬 還說要六十六歲以上才可以兌換啊 哎呀 幫長條命等啦 喂喂喂 根據法例 這些這樣的做法是違法來的 還要罰款才對的啊 哇 清涼飲的要變成代金犬 都是違法的啊 那就對了 這個是車隊長的意思 就是大家拿著這些代金犬 以後坐大吉利車隊的的士就可以用代金券啊 這樣都行 開心就好 人生多麼無聊 大吉利車隊 嘻嘻法勞騷 日日笑聲道 比較不會老 人生不總是這樣分分合得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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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